快篩羊视同确诊26号要上路 同时也解决了防疫保单之乱 其中的一大争议 指挥中心宣布 经管会就拍板快篩羊性 经由医师诊断后确诊 防疫保单就得理赔 而且快篩羊性的数位证明 也可以当作是理赔的证明文件 疫情变化飞快 不断滚动调整的防疫政策 跟已经买好的防疫保单 合约内容恐怕不尽相同 像是快篩羊视同确诊 到底理不理赔 因为我们还要确认 卫福部最后他整个的流程 所以确认流程出来之后 我们会在对外说明 看他公布之后 我们就会做一些处理 卫福部隔天还是多久 我们要看卫福部公布的情况 我们会尽快 什么都要等卫福部 经管会就是不给明确时间表 现在指挥中心宣布 快篩羊视同确诊 扩大到全民26号正式上路 记者会后没多久 经管会就做出决定 快篩羊视已经一时诊断或确诊 符合防疫保单契约约定 而快篩羊视数为证明 也能作为确诊理赔证明文件 也就是说确定理赔了 防疫保单之乱 其中一大争议 现在经管会也正式拍板 对投报的民众而言 总算是有一个好结果 记者综合报道